什麼叫做主要事實 什麼叫間接事實 那它所對應需要的證據內容又是什麼呢 在概念上是這樣 對於事實的主張 我們需要證據來去實現 那這個事實我們又可以區分為主要事實 還有間接事實 主要事實例如說叫做 買賣標的物有瑕疵 這個叫做主要事實 可是問題是到底什麼樣的東西發生什麼樣內容的瑕疵呢 就是這些間接事實的內容 例如說 像是漏水的瑕疵 或者是房屋均裂的瑕疵 或者是海沙烏 綠離子過高的瑕疵 那像這些間接事實 都是 屬於 主要事實 瑕疵存否的 間接事實內容 所以 簡單來說 就是要透過 第1的事實 加第2的事實 加第3的事實 才有辦法去滿足 這個主要事實的存在 這一種事實推理的過程 我們又叫做 間接證明的法則 好 間接證明的法則 就是透過間接事實去推認主要事實的存在 也或者是說像我們講的車禍的過失 那有沒有 車禍過失的事實 是來自於闖紅燈的間接事實 酒駕的間接事實 超速的間接事實 來綜合斷定之後 才有辦法去推認 過失事實的存在 所以像這一種認定事實的方式 這種證明的方法 我們又稱之為間接證明 相對於主要事實 直接認定代證事實的存在 那就是 直接證明 這是兩者的不同 相對於證據層面上 直接證明所需要的證據 主要事實所需要的證據 又叫做直接證據 也有相對於間接事實所需要的證據 又叫做間接證據 那也依照舉證責任 不同的分配 負擔舉證責任之人 對於主要事實 他提出的證證 叫做 叫做 直接本證 叫做直接本證 例如說 我們主張買賣契約的成立 那個買賣契約書 就是直接本證 講契約書 你有簽名的 有畫押的 我們就可以直接透過這個書面認定說 你們就是有合意 這個就是直接證據 相反的 不負舉證責任之人 可以直接否定 直接事實的存在 他所提出的證據 又稱之為 直接反證 一般來說不會特別講直接啦 直接這兩個字就省略掉了啦 因為反證就直接 本證的意思就講直接本證啦 反證的意思講的就是直接反證 直接反證例如說什麼呢 不在場證明 例如說殺人 或者是啊 車禍 我當時人就不在場怎麼可能會有車禍 這是按照高度經驗法則上不可能發生的狀況 所以 在這種場合下 大部分是不在場 證明 不在場證明有可能是人證啦 你那時候在我們家聊天啊 我就當人證了啊 沒錯啊 你跟我聊天沒錯啊 怎麼可能跑去殺人 所以不可能的 像這種就是直接反證 那間接證據呢 這樣的道理 負擔本證責任之人 對於本證事實 是沒有辦法透過直接事實來舉證 而是要由間接事實來去舉證的話 那在間接證據當中 又有所謂的 間接本證 間接本證呢 例如說 像漏水 漏水的話就是漏水的照片 或者是有軍列 那軍列我們可以請求勘驗 那或者是海沙屋有鑑定報告書 這些都是屬於間接本證 負擔舉證責任之人 對於間接事實 所提出的證據 我們叫間接本證 還有 另外一種叫間接反證 與之相對的叫做間接反證 間接反證 間接反證呢 這 反而是比較 麻煩的情形 例如說 我們講 假主張儀 例如說呢 叫做這個 這個 假象以請求啊 這個 這個 給付借款 假象以請求給付借款 474 針對有沒有借貸合意的事實 這個叫做 權利主張事實 叫做代證事實 叫做原告假付證責任嘛 對不對 這個又叫直接事實 可是問題是 借貸合意的反證是什麼 他的反證事實叫做 原告要舉證有借貸合意嘛 被告要反證什麼 無借貸合意嘛 就是無借貸 可是問題來了 無借貸合意 無借貸合意 這只是單純的 否認的 抗辯而已啊 那你要去 證明 你要去提出證據說沒有借貸的合意 這何其困難 這個是沒有 不可能有直接證據說 我們沒有借貸合意的 對不對 所以你只能透過什麼 不能透過 這個 本證 反證的本證 你只能透過什麼 反證的 間接證據 又叫做間接反證 就是 不負舉證責任之人 對於反證事實 所提出的間接事實證據 叫做間接反證 所以他就必須要透過什麼 間接反證的方式 例如說 為什麼 我已會收到你假這一筆錢 因為是 因為是 贈 因為是 撫養費 或因為是投資 就是合夥的概念 所以合夥如果虧了 那就是要認賠 沒有什麼反還的問題 因為講到投資就是 有虧 有賺 賺的就分紅 虧了就要認賠 所以沒有什麼 反還借款的概念 存在 所以 對於這些 贈與的事實也好 撫養費 例如說 甲乙是父子 撫養費的事實也好 或者是投資的事實也好 這些都是屬於什麼 這些都是為了要去證明 沒有借貸合意的反證 這個叫直接反證 所以這些間接事實 都是為了要去證明這個直接反證 所以這些事實又稱之為間接 間接反證的事實 那當然要提出證與存在 撫養費存在 或者是雙方有投資契約 投資約定的存在 這些所需要的證據 就叫什麼 間接反證 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 這個